Hello 大家好 我是虎仔 今天又講一個網絡人物 這個就是Sunny 在連登看到一個報告 就講了一些不喜歡Sunny的原因 之前人們喜歡傾向討論她的身家 虎仔也很羨慕她的身家 除了她和女朋友有黑卡之外 有人還說她是買了香港的房子 再加上她的自家品牌是長期缺貨的 在她的網頁上經常見到的物品是受搖 可想而知她的吸金能力也是非常高 她每出一條影片平均我虎仔看到 都一定是過20萬點擊 一個星期出3條片20萬點擊 數一下手指 只計點擊也是非常可觀 虎仔其實也比較欣賞這個網絡人 首先她是一個不需要和很多人一起去Coresover的YouTuber 她自己可以對著鏡頭拍 雖然這些事情是很多網絡人都會做的 但是她真的很努力 每一條影片都加很多特效 每一條影片的節奏都做得非常好 在五仔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個網絡人是值得一些新進的YouTuber去學習 而她的題材雖然有些人說是有點浪費食物 但是聽她說她每一次都會吃光的 那五仔曾經都說過如果每次吃光的巨大化的東西 其實對健康都會構成影響 那究竟那些人是不喜歡Sunny的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YouTuber其實 在香港來說我覺得已經是沒得彈的了 我自己覺得是沒得彈的 那究竟那些網民是有什麼不喜歡她呢? 那這個報告叫做有沒有很討厭Sunny? 那這個樓主就說她專拍廢片 全部都嘩眾取寵 什麼巨大化 日本跟美狗系列 王也是這樣說 但是我就覺得她拍的那些絕對不是廢片 其實你們怎麼去理定那一條影片是不是廢片? 以五仔的角度我覺得 每一條影片其實都是創作者有心機去製作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五仔現在這些影片毫無後製的 隨便剪了一堆就有些東西給人聽 但是你也不可以說這些是廢片的 收音機也是這樣 收音機也是把聲音剪了給大家聽 每個人去給觀眾的一些東西都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廢片的存在 只有適合你看和不適合你看 很多人是喜歡看五仔這些系列 有很多人都是喜歡看Sunny這些系列 那她就說Sunny的影片全部都嘩眾取寵 老實說做YouTuber做藝人 不嘩眾取寵找鬼看嗎 如果大J不是這麼嘩眾取寵去炒這麼多話題 神經病這麼多政治的東西 你們會不會這麼崇拜她? 會不會這麼維護她? 如果Cat Girl是一個普通office lady 你在觀塘一個工廠大廈 你是周北韶會見到那些樣子的 你又會不會對她有這麼多意見呢? 其實藝人一定是嘩眾取寵的了 這個都可以拿來還的 然後說什麼巨大化那些 其實巨大化我覺得挺好的 有這些東西但你又不會做 那你不會做就想看別人做了會變成怎樣的 她就是用一個大家都不容易做到的方向 就自己去做這些東西 說真的 你拍過一次巨大化 你拍過一次這樣的影片 你就會明白這些絕對不是廢片 這些根本就是很多心機 很多時間去籌備 去準備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去開個鋪圈 其實我覺得又對她不太公平 當然是很多網友都不認同她這個說法 但是也有很多人附和 附和通常有什麼留言呢? 二樓就說 恨Creamy多一點 她說她好扮東西 那我覺得Creamy怎麼扮東西? 我覺得Creamy其實那個人挺好禮貌 和挺nice的那些 她算扮東西嗎? 不算了是不是? 如果要說扮東西大有人在 我們曾經 以前吳仔和笑波子拍過一段影片叫風風風的 那時候曾經找過當時一個非常之 famous的YouTuber 她是新進YouTuber 那個女生就以變聲為主打 我們那時候就想著不如拉一拉她的人氣 其實那時候笑波子也是很紅的 那就邀請她來我們的MV做拍攝 那個女生本身又懂得跳舞 但是那個女生就跟我們說 如果你要我在你們的MV演出 我要收一萬元 那我反而覺得這樣是很困難 是啊 我不知道那些人怎麼看 我們當時就覺得 哇 不用了是不是? 你也是一個新進YouTuber 那時候十萬訂閱都還沒夠 走來MV要收一筆 我心想 你之後上TVB那些歌 上那些音樂節目 TVB又給你掃錢嗎? 你掃錢有一筆東西嗎? 雖然不可以這樣介意 那家店是出名沽寒的 但是一會兒上市公司也給不起一萬元 你有什麼可能要求 我們這些YouTuber給你一筆東西出鏡 那就是很明顯告訴你 我不跟你們做朋友 我不想跟你們玩 OK 沒關係 如果你說困難的 這些就是困難 但是你說Creamy那些叫困難? 不是吧 我覺得Creamy的人挺nice的 那有些人就說 他兩個段段片都提著自己 多怕說錯話 多怕得罪觀眾 說什麼都戴頭盔 我知道香港人很多時候都困困共 但是有料的話怕什麼人攻擊 簡單來說 兩條有無心度 無料 消費自己人 做的事情都是play safe的內容 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得對 如果戴頭盔說怕自己說話得罪網民 老實說 那些網民真的很麻不講理 你看看他戴頭盔說怕得罪網民 都可以被人開過十幾個版本不斷罵 當然有些是維護他們的 但是你看到頭那幾句 很多很多都是走進來 用不同的角度去說他們 所以這個頭盔是不是戴得對 如果不戴頭盔可能被罵得更金 這個網民就說 你有料的話怕什麼被人攻擊 不是吧 不是開玩笑的 我又想看這個網民叫凡老師 你露個樣子出來 試一下說一些言論 藍也好 黃也好 我又想看你到時有多有料 怕不怕被人攻擊 說真的 就是這些不是有不有料的問題 我覺得有些人公關是很有料的 他的有料就是完全選擇去漠視無視 我覺得這樣反而都是有料的一種 然後有人就說 他段段片都是那些什麼挑戰 喜歡那些fashion 和食物都是狠狠狠 只是追名 還要兩個人和濕溝馬田一樣 又要拍片 又要窒溝香港觀眾群多 Haters文化 吊了全世界 不是 他真的說得對 在我的 Youtube生涯 在我五仔的Youtube生涯角度裡面 香港的Haters文化真的很嚴重 真的嚴重 嚴重到你都不能夠聽Haters的說話來 定義自己的影片 究竟好還是不好 是呀 說真的 新年拍的那些片是很有心機的 也有人說是廢片的 看到這個點 五仔就更加不需要拍別人說是廢片 新年拍到這麼有心機做後製 你都說是廢片 我們這些以後更加不需要害怕 還有你們留意一下 任何的影片 任何的影片 多麼正能量都好 就算是講耶穌也好 教會的影片 他們是寧願刪了後面的留言 刪了那個留言 真是沒有眼屎乾淨盲的 正能量的資訊 你都是有辦法找位置入的 黃也好 藍也好 什麼色也好 下面都有腐皮的 那真的 一件事是沒有辦法滿足所有的人的 這些不是叫疾香港的haters文化 不是疾 是講事實 你夠膽講不是事實嗎 你看五仔之前 得罪了haters 連家軍 懷家軍 慕容軍 這條片的dislike多到 不是內容的問題 我簡直說環保那條都百幾二百個dislike 你真的按得下手 而那些人是不問是非 只問立場 你都不理會的事情是好還是不好 總之是這個人做出來的就是dislike 那這些是不是haters文化 你們自己說的 他不是獨立思考的 不是每一宗獨立思考的 總之這個人曾經有一件事 他是不滿意的 你是對他不滿意的 你就會dislike他 這些就是不問是非 只問立場 那這些是非常令人嘔心的 尤其是在這些大是大非的年代 你都不想事的 你純粹是針對個人的 很多都是的 你dislike了之後 你下面沒有留言的嘛 留言說我的理由出來 如果你說我的理由就是粗口 就是見到你的打靶齊 我都不想見到你 那你說這些是不是haters文化 那接著有些人就說 競爭和Creamy假到什麼 很多人都在批評一些artists 就說他個人很假 什麼很假 喂 個個都假的 藝人嘛 我們擺個樣子出來 讓你看到 你要我看我們最真實的那面 老實說 我覺得有時候批評這些人的年紀 其實可能都是很小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其實基本上你走出房門 你就要開始做戲了 你夠膽走出房門不做戲? 你夠膽告訴你媽媽 你昨晚光顧了那些成人網站 然後做了什麼嗎? 這些不是戲嗎? 你對著媽媽你都假的 你對著誰不假? 看奸對著你 你猜新年那時候真的恭喜你發財嗎? 趕快放水 拿了一份利是來嘛 社會是這樣運作的 不要說是假不假 這個只不過是他對那些人的其中一面 真那個自己 永遠是值得比你去對他真那個人 可能是你的伴侶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老死 可能是你的兄弟 喂大哥 大家有什麼關係? 觀眾和YouTuber的關係 要有多真呢? 其實你要真? 那就全部不剪接了 所有事情 一經過剪接 一經過特效 一經過思考 全部都是想過度過 什麼叫真? 他不滿意 你罵我一句 我罵你 那就叫真嗎? 你想看這些嗎? 難怪以前的人很喜歡看流馬車 流馬車的那些就是真 真是神經病 是不是這麼說? 喂其實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歡看真那一面 如果 那些人真的很喜歡看真那一面 香港小姐全部就掃顏比賽 全部娛樂圈的女生 娛樂圈的男生 任何有整個容的 都不可以上大台 全部都不可以出鏡 你們求真 你自己又是不是真的這麼真? 你對著不喜歡的老師 你會不會跟他說早晨? 你夠不夠膽不交他功課? 這些不是叫真 這些其實叫野性 這些叫做 控制不到自己 令到你不修飾去別人面前 暴露你第一時間的感情 這些其實是野獸的行為 好像動物一樣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不喜歡就咬你一口 所以我經常說動物是很真的 但是人在虛偽當中是保持社會的和諧 你什麼都是真的 那你就出去 拿到你家裡所有的工具 然後出去遊行 這些就是最真 有沒有人真的這麼真? 有沒有這些人? 每個人 受過這個社會的教育 自然就有那一面 去怎樣去對人 所以你不能夠把人家的螢幕形象 就說人家是假的 有什麼真還是假? 林峰的樣子也是假的 那林峰的人又不真嗎? 我覺得林峰的人是很親切的 有些人擺明是假的 是藝人的 但是他令到你的感受很舒服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因為這些東西 才覺得那個人是假的 然後就不喜歡他 那給你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又是不是這樣? 你又做不做到這樣? 你對著家人你都叫假 你對著老師 你對著朋友 有些東西你都不是所有東西 都說了給別人聽 然後有人就說他們的影片很沒有內容 很沒有營養 但之前的影片叫人登記做選民 就叫做有良心 老實說 如果在社會運動上 即黃藍亞那些東西 我覺得Sunny都真的付出很多 之前和大J哥都支持蘋果 再之前也有出去直播 這個真的非常有心 畢竟外面的環境都不是人品 所以這些有時候都是賺命博的 那你說那些影片的內容沒有營養 就是看看觀點與角度 如果你是想成為一個YouTuber 我覺得他的影片相當有營養 是非常值得一些新人學習的 這個是真的 基本上YouTube影片就是這樣拍的 一些低成本 但是想有高Hit Rate的YouTube影片就是這樣拍的 這麼有心機去做後製 這麼有心機去打字幕 我還想怎樣 每個人的營養都不同 有些人覺得 我覺得我要看一些我沒看過的東西 那些才叫營養 有些人覺得 我要聽那句話 和我心的想法一樣 那些才叫營養 對不對 那麼Sunny的影片 是沒有什麼大道理說出來的了 是消費大家的時間 但是你自己甘願按進去給他消費的嘛 你明白嗎? 你說那件事沒有營養的時候 你又按進去 然後看完說沒有營養 如果你這位觀眾的人真的這麼有營養的話 你也不會去按那些影片 你也不會去按那些你認為沒有營養的影片 你的人本身這麼有營養 你就應該那些時間擺放去投資你的人生 所有覺得你有用的東西 你就會全部時間擺放在那裡 而不是去看完別人的影片 說別人的影片沒有營養 再在連燈再說別人沒有營養 那麼你這個人有多有營養呢? 你真的這麼有營養你就追求營養 但是不是 不是 看不到是這樣 然後有人就說 真的這些影片很尷尬 經常懶得好笑 但是一點都不好笑 在那一條影片 他講過觀眾買了某件brand的茶 問他是不是真的 整條影片他就不斷推銷自己的店 說自己賣真東西 都不知道觀眾是不是自己來的 說回那個項目就是 懶得好笑但不好笑 這個大家笑點都不同 幽默感是天生的 如果你說好笑不好笑 其實這些是節奏的問題 五仔以前都拍喜劇的 有兩件事是最難令觀眾有這個感受的 第一就是恐怖片 第二就是笑片 反而愛情片很容易令觀眾接受 因為一套劇如果20集 開頭你不喜歡他的話 你慢慢看著看著 你會代入他們的感情 但是恐怖片 導演拍得不好 氣氛做得不好 就不恐怖 還會覺得很膠 笑片都一樣 你要在情理之內 就意料之外 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所以你看一些偉大的喜劇演員 好像周星馳那樣 其實他的產量是有限的 每逢想出來的喜劇 想出來的想法 是會江浪才盡的 那些人是會體驗的 Mr.Bean都一樣 最初你覺得很好笑 你看到第一百集 你現在簡直不會看 你悶了 所以笑點就是 但是突然間 刺激到你的腦袋那一刻 這個世間上那麼多東西 那麼容易刺激到你的腦袋嗎 如果要想出來的就難 但那件事本身是灰諧的話 其實就是容易令人笑 本身的樣子是很搞笑的 所以有些人很喜歡看博叔 其實他說的話 不是真的那麼搞笑 但是他整個package 可能他的聲線 甚至是他的外形 都會令到大家覺得 這件事是歡樂的 是歡欣的 至於他在做什麼 在網上說什麼 然後很多年輕人一起在那裡 那樣東西就是另外一種的娛樂 就是大家群起來 一起去哈巴巴巴的網絡 覺得這些叫做有營養 這些叫做正的 其實什麼觀眾就看什麼Youtuber 我覺得 Sunny 是值得Youtuber學習的 至於你說有沒有營養什麼 喂大哥他又不是教書 他又不是搞什麼教會 他又不是什麼知識型Youtuber 為什麼你要求他那些事 他都不是做那些事 我覺得觀眾這樣說 跟愛情觀的一個說法 是相當相似的 就是說 喂老麥買漢堡包 雲吞麵店買雲吞麵 兩者都沒有錯 但是你特地要去麥當勞 去買碗雲吞麵 當然是你錯了 人家不是做有營養的事情 人家是娛樂 照顯大家的時間 影片拍出來 好看 哇 看完 好有趣 下次再看他新片 期待他新片 我有時候覺得 Youtuber做到這樣 已經是順了他的責任 當然 不能說 那些意識是很不良 那Sunny肯定是沒有 再加上他 在社會運動上的付出 我覺得 Sunny這個Youtuber 我是欣賞的